娱乐中心张佳宁报导张碧晨人气相当高 图翻自微博中国大陆人气歌手张碧晨拥有惊人歌 实力出道后唱红许多快智人口的歌曲 至今类大批死中歌迷支持 而他日前在天津举办的《2024旬》中 邀请人气演员的刘雨宁当演唱会嘉宾 确议引发粉丝不满 为此张碧晨罕见动怒发声 张碧近日在天津举办的《2024巡演》中 邀请人气演员身兼团魔灯兄弟的主唱 刘雨宁当特别嘉宾 不料该定却意外引发部分粉丝不满 相关争议甚至一登上微博热搜 张碧晨罕见动怒发文 图翻设字 博对此张碧晨在演唱会结束后 罕见动怒表示 请朋友来演唱会 这是大家之间的情谊 本来就 开心的地方 为什么总有个别人在挑事 一次两 有完没完 刘雨宁担任演唱会嘉宾引发争议 图 设字微博张碧晨接着提到 我天天本本分分分唱 兢兢业业工作 是谁给你们几个人勇气去采别的 管好自己不行吗 文莫泽喊话希望粉丝们看唱会是开心的 希望下次不再有机会让我这个 风说话了 风说话了 这边 妇